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主我们又来到了每月一次的福音主日 今天我们来福音主日的第二讲 就是改变生命的主 让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 求主来预备我们听到的心 慈爱的圣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感谢赞美你 你是那实时拯救我们的主 今天是福音主日 我们恳求你的圣灵亲自在人心当中 做预备的工作 开我们的心窍 使我们可以明白你的救恩 能够归在你的名下 使你的名得着荣耀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诚心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有一位国王他想找一个 又忠心又值得信赖的仆人 于是他就用了一个特别的方法 他宣告给全国说我要找一个只做一天工的雇员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要求 只做一天工 那做这个一天工你需要什么样的技术啊 什么样的学历啊 什么样的经验啊 国王说都不需要 只需要他愿意做就可以 真的这么简单吗 是的 那么做完了一天工 报酬是什么呢 国王说 暂时不讲 要做完了才告诉你 那由于这个雕求啊 过于简单 而报酬呢 又不肯说明 最后呢 大部分的人呢 都保持这怀疑观望的态度 那结果呢 全国也就只有两个人前来应征 国王带着这两个人走过去 他们每个人的面前呢 都有两只的大水缸 一只装满了水 另外一个水缸是空的 要他们分别用木桶 从满的这个水缸里面摇水 然后倒到空的水缸里面去 要反复如此做 直到太阳下山 那说完呢 国王就走了 两位应征者开始上工 然后用这个木桶 从满的水缸摇起水 倒到空的水缸去 哪知道 刚刚一倒进去这个空的水缸 就发现这只水缸的底部 是破的 倒入的水 一下子就漏光了 啊 这怎么办啊 这永远也不可能 把这只水缸填满呢 而且这种徒劳工 还要做到太阳下山 这不是大傻瓜吗 于是有一个人就走掉了 剩下的另外一个人 他心想 既然国王如此吩咐 自己又答应了下来 那就硬着头皮 按这个国王的吩咐去做吧 他就不断的取水 从这个满的水缸 倒入破洞的水缸 反反复复 一直做到了晚上 当他咬干了原先满的水缸的时候 他发现哦 在这个水缸的底部 竟然有一颗闪闪发亮的东西 原来是一颗无价之宝 就在这个时候 国王也回来了 国王对他说 恭喜你 你有一颗愿意做的心 又肯听我的话 你的报酬 不但是这一颗无价的宝石 我还要雇佣你 成为我的随从 各位朋友 如果你是这个人 听到国王这样说 会不会开心坏了 你会不会也想 哎呀 如果我是那个人多好啊 各位亲爱的朋友 圣经里也有一个这样的人 他就像这个小故事里的那个人一样 听上去接到了 是一个很傻的要求 当他答应的时候呢 也是有一点勉强 可是当他愿意去执行之后 就在事后大得奖赏 那不同的呢 就是圣经中的这个人 他不但得到了募资上的奖赏 这件事情还大大的改变了 他的整个人生 让我们今天来看 经文呢 就记载在路加福音的五章一到十一节 耶稣站在格尼撒拉湖边 众人拥挤他 要听神的道 他见有两只船靠在湖边 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 有一只船是西门的 耶稣就上去 请他把船撑开 稍微离岸 就坐下在船上教导众人 他讲完了 对西门说 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 下网打鱼 西门说 老师我们整夜劳累并没有打着什么 但依从你的话 我就下网 他们下了网 圈住许多鱼 网险些裂开 就招手叫另一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 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 船甚至要沉下去 西门彼得看见 就俯伏在耶稣西前说 主啊 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他和一切跟他一起的人 对打到了这一网的鱼都很惊讶 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 雅各约翰也是这样 耶稣对西门说 不要怕 从今以后 你要得人了 他们把两只船靠了岸 就撇下所有的 跟从了耶稣 这段圣经当中 我们有看到两个主要的人物 一个是主耶稣 另一个就是西门彼得 如果我们讲这两位人 套入刚才国王的小故事 那么当然主耶稣就是国王 西门彼得就是那个工人 但是这个工人 后来得到的无价之宝是什么呢 他的生命又是怎么样发生了 改变呢 让我们逐一的来看 我们先来看一看他开始的愿意 开始的愿意 从这个最开始 就好像那个倒水进破水缸的工人一样 要对国王的话愿意听从 接下去才会有意外收获 而西门彼得 他后来的意外收获 也是从一颗愿意的心开始 在事件发生的那一天 众人都拥挤着耶稣 来到了格尼萨拉湖边 这个湖呢 是地球上海拔最低的淡水湖 也是以色列最大的淡水湖 它一共呢 有三个名字 一个名字呢 就是我们今天圣经当中说的 叫格尼萨拉湖 另外一个名字叫加利利海 又叫提比利亚海 这个湖面呢 是低于水平线下的200米 水源呢 来自约旦河 还有一部分来自地下水 和黑门山上的溪水 湖的整个形状呢 就像一个树芹一样 水质非常好 在清淡当中带着一点甜味 水产非常丰富 盛产鱼类有20多种 所以呢 是以色列境内最好的捕鱼的地方 许多的渔夫都聚集在这个湖边 彼得和他的同伴也在其中 当众人拥挤着耶稣 来到了湖边的宽旷之地 想要听他讲神的道的时候 西门彼得也竖起了耳朵 想要听个究竟 主今天到底要讲什么呢 就在这个时候 主也看到了彼得 就向他借小船一用 让彼得把船撑开 离开岸边远一点 让大家都能看得到他 渔船是彼得的谋生工具 且不说这个船上的设备 是豪华还是简陋 因为是渔船 这个渔舱甲板都充满了渔腥味 平时没有人要来借他的船 但今天竟然主耶稣要来借 自己又没有到出海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借出小船 那只是小事一撞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从一颗微小的 愿意的心开始 接下去事情的发展 是他所不能预料的 我们接下来继续看 勉强的顺服 主耶稣用西门彼得的船讲道 在讲完了之后 他就对彼得说 要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 下往打鱼 那作为渔夫啊 打鱼就是他的谋生手段啊 非常的熟悉 应该怎么样去打鱼 主耶稣现在叫彼得去打鱼 也告诉他到哪里去打 到哪里去打 到水深的地方去打 这等于什么啊 等于你想赚钱 有人告诉你 什么时候去赚钱 什么时候去赚钱 现在 告诉你去哪里赚钱 哇 这不是好事吗 可是彼得 他并没有立刻欣然同意 彼得看上去好像答应了 但其实他是有些犹豫 有些怀疑 因为他说 我整夜劳力都没有打折什么 各位朋友 我们普通的人在什么时候上班啊 在白天上班 晚上休息 为什么彼得说他是整夜劳力呢 为什么渔夫是要夜晚出去呢 那首先呢 是和潮汐有关 不光海水有潮汐 湖泊 江河都有潮汐 我们有一句诗 是唐朝的诗人张若须的 叫春江花月夜 就曾经写过说 春江潮水连海平 海上明月 共潮生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 这个格尼萨拉湖 它也是有潮汐的 什么时候出海比较好呢 涨潮的时候 涨潮的时候出去打鱼是最好的 以昼夜的时候出去打鱼 可是到了现在呢 现在已经是白天了 如果错过了这个涨潮 那一天当中就几次涨潮 有两次的大涨潮 一次是面向月亮 地球面向月亮 一次呢是背向月亮 那如果错过了晚上的这次的大涨潮 怎么办 你就要一次往后推 推到什么 推到白天的涨潮了 那如果你白天去打鱼 各位朋友 那你收获回来的鱼 就只能晚上才能在港口去卖了 你白天出去做工了嘛 晚上回来带着鱼 你晚上才能卖 请问你晚上要卖给谁呀 晚上卖给谁呀 所以晚上不是一个卖鱼的好时间 一定是夜晚出去打鱼 清早回来来卖鱼 还有呢 很多的鱼它是晚上活动 白天睡觉 咒服夜出 所以一般的渔夫都是选择 在晚上劳作 然后清早天不亮的时候 就已经到了港口来卖鱼了 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的缩短 海鲜上餐桌的这个时间 也可以为这个鱼啊 渔夫啊 创收最大的利益 所以西门彼得在说这句话 他说我整夜劳力都没有得着什么的时候 他其实在做什么 他说其实主耶稣啊 夜晚哦 是打鱼的最好时间 我最好的时间都没有打到一条鱼 你现在要我白天去打鱼 那有什么指望呢 在今天的圣经当中 我们看到主耶稣要彼得下网 最后彼得有没有下网啊 有 有下网 在中文圣经当中 这个网字 在中文字里面 两个网是写的一模一样的哦 可是我跟你讲 在原文当中 是两个不一样的字 主耶稣要彼得下的网 是负数的 是多数的 那 彼得的回复 下的网 是单数的 说明什么 说明主耶稣是要他 多下几个网去 那多下几个 至少要超过一个 两个 这才叫多数嘛 多下几个 下他两个 三个的这样 可是彼得他有点勉强 他是渔夫 他最懂打鱼 耶稣是讲道的 他懂多少啊 所以他一面鱿鱼 一面怀疑 一面勉强的顺服 结果他就只下了一个网 可是竟然就这一个勉强的顺服 也为他带来了意外的收获 我们来继续看下去 是什么样的意外收获 经文 第六 到第十一节 告诉我们 虽然只是一个勉强的顺服啊 彼得得到的鱼 就是多的 让所有的人 都目瞪口呆 多到什么 多到他拉不起网 必须要另一只船的 渔夫妥伴来帮忙 这一网拉上来的鱼 把两只船都装满了 各位亲爱的朋友 你惊不惊讶呢 一个不是渔夫的人 竟然指挥专业的渔夫 网到了那么多的鱼 这似乎不合常理呢 可是我们知道 主耶稣不是渔夫 虽然不是渔夫 但他是渔的主宰 是创天造海的神 那么所以从这段圣经来说 让西门彼得的意外收获 是什么呢 就好像那个工人 他把水咬啊咬 咬干之后发现 原来在以前满的这个缸里 有一颗无价之宝 那么请问 让彼得得到的无价之宝 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数量多到惊人的鱼吗 不是 彼得的意外收获 就是主耶稣 当他在看主耶稣的时候 他知道 他遇到的是神 是天地万物的主宰 在圣经当中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表达手法 这个结构是这样的 叫A B C B A 那上面的小字一跟二 是我特地标出来 用这种两两相对的方式 来突出 在整个事件当中 到底这件事情 他想突出的 那个最重要的中心所在是什么 那我为什么要在后面 把这里写了二呢 因为虽然是两两相对 但到了过了这个C 中心点的C之后 后面发生的事情 是前面的更厉害 更升级的 所以你可以说 前面叫1.0的版本 后面是2.0的版本 他用这种A B C B A 这样两两相对 来突出整件事的重点 我们盯着这个架构 我们来看一看 在这件事情当中 到底彼得的无价之宝是什么 他的无价之宝是什么呢 原来在整个的事件 一开始的时候 西门彼得是两手空空的 他没有捕到一条鱼 接下来怎么样呢 接下来他得到了许多鱼 再接下来怎样 他见到了主耶稣 主耶稣告诉他 你以后要得人如得鱼 这是升级的版本了 2.0的版本了 然后呢 西门彼得和他 另外的两个伙伴 统统放弃所有 来跟随主 比起一开始的没有鱼 到了后来变成什么 是什么都没有 鱼也不要了 船也不要了 网也不要了 各位朋友 我们真的要问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 西门彼得 作为渔夫 他的人生目标 不就是想得到鱼吗 而且应该是得到的越多越好 对不对 他人生目标 他作为一个渔夫 他活着就是要打鱼 而且打得越多越好 可是为什么 他得到之后放弃了 为什么他和他的朋友 都放弃了 为什么在这个故事 如果拍成电影的话 拍成电影 一开始的那个镜头的画面 会给你看到 是两条空船 然后到了影片的结尾 你再看到这个 这个湖边 又是两条船 不过这时候 两条船上是什么 是满的船 我们会发现在空船的时候 两条船 一个跑去洗网了 一个还在船上守着 等两条船都满了 两个主人都不见了 船不顾了 鱼不要了 网不理了 去跟随主耶稣了 他们生命的转折点在哪里 就在今天这个经文的这里 中间这里 罪人得住 圣经说 西门彼得 俯伏在耶稣的膝前 求主离开自己 因为自己是罪人 我们知道彼得的工作 是渔夫 以往都是他在抓鱼 鱼会落到他的网里面 每一条落到他网里面的鱼 都想挣脱 都巴不得要求 这个彼得 如果鱼会说话 我相信每一条鱼都跪在 彼得的面前 恳求什么 离开我 你的网离开我 可是今天 这位渔夫遇到了创天造海的主耶稣 他自己好像变成了一条鱼 落在谁 落在了主耶稣的网里面 现在轮到他想挣脱开了 他求主离开他 可是他也知道 其实他是无以遁形的 大家看到这个讽刺吗 以前都是鱼 挣扎着 跪着要求他离开 但是离不开 他的网已经把他网住了 今天这个渔夫 自己变成了一条鱼 落在了主耶稣的网里面 他求主离开 其实这不是西门第一次遇见主了 如果大家还记得 在上一次我的福音信息里面 我们讲到的是约翰福音的一章 在一章里面 我们遇到这样的一段话 是四十四十一节 在这里面就已经提到 西门彼得有一个弟弟 这个弟弟叫安德烈 安德烈特地来告诉他 说我已经遇到弥赛亚了 就是救主基督 然后呢 他们都有跟随过耶稣 可是接下来怎样 又回到了打鱼的老行当 今天西门彼得亲眼 见识了耶稣的大能 他知道这位耶稣 不光眼睛可以看到 狐心这个水深之处的鱼 也可以看到他的内心 在洞察一切的主耶稣的面前 彼得知道他是一个罪人 各位亲爱的朋友 你觉得别人会认为你是罪人吗 你认为你自己是罪人吗 有一部这样的影片 叫做绝命铃声 那也有人翻译叫来电显示 显就是惊显的显 事情的事 我觉得那个翻译的更好 在这部影片当中 男主角经常背着太太躲在电话亭 给他的情人打电话 有一天 他刚刚打完电话 紧燃电话亭的这个电话响了 男主角拿起电话之后 在电话的另外一端是一个枪手 这个枪手对他说 我要你像你的太太 坦白承认你出轨的事情 你如果不肯承认 你又擅自把这个电话挂掉的话 我就会用枪从你附近的高楼 你不知道我在哪里 可是我看到你 我就会打死你 男主角死活都不肯 反反复复和枪手周旋 但是他又一直不敢离开电话亭 不敢挂断这个电话 他想尝试 刚想把他挂断一下 枪手就一枪打到他电话屏 旁边的东西就有东西爆炸 所以他不敢离开 因为他一直霸占着这个电话亭 民众想用用不到 就开始谩骂他 开始砸电话亭 警察也来包围他 媒体也跑到现场来直播 他的太太从电视上看到新闻 也赶过来了 在众目睽睽之下 在性命的威胁之下 这个人他没有办法 性命有关 所以他被强迫来向公众坦白 原来他不仅仅有外遇 还榨取别人的工资 还对朋友撒谎 还欺骗了自己的情人 不敢向情人说他已经是结婚了 他穿着定制的西装 为了让自己看上去很高贵 可是他说 我知道我的内心很低贱 各位亲爱的朋友 其实我们就和这个人一样 不是死到临头 谁会当众去坦白自己是罪人呢 但是别人不知道 你自己是知道的 神是知道的 彼得恳求主耶稣离开自己 他知道污秽的罪人 不配和耶稣在一起 但是耶稣对彼得说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不要怕 这句话给彼得带来多大的安慰啊 各位亲爱的朋友 主耶稣的这句话 不光是对彼得说的 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 不要怕 为什么不要怕 因为主说我要洗清你的一切罪 主耶稣来就是来拯救你 使你不再受罪的捆绑 使你可以脱离罪屋 得享心声 是啊没有错 耶稣是圣洁的神 可是他来到世上 不是为了要定世人的罪 而是为了要拯救人 彼得好像落在了耶稣的王里面 成了一条走不出去的鱼 但是事实上 他早就落在了罪的王里面 他走不出去 耶稣他来是要释放彼得 和千千万万像彼得 也像刚才电影上的那位男主角一样 脱离罪的网络 因为耶稣他愿意替你死 不但替你死 并且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证明给全世界看 他是生命的主 你靠他 你也能够死而复生 有新生和永生 主的话给彼得带来极大的平安 极大的安慰 不但如此 主更对彼得说 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人的价值和鱼的价值 能够相提而论吗 不能够 当主耶稣给了他这样的一句话 这是护照 这是应许 这是信任 这也是恩典 这是给了他一个 比打鱼更加高贵的人生目的 而彼得的回应是什么呢 彼得的回应是 撇下所有的来跟随主 他从前看为很宝贵的东西 现在不再看为宝贵 不是说这些东西没有价值 它们仍然是有价值的 鱼船有价值 网有价值 鱼也有价值 只是这些东西 和主耶稣所赐的救恩相比 就不算得什么了 正如主耶稣后来曾经教导的 他说天国好像什么 好像宝贝藏在地里 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 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 天国又好像买卖人 寻找好珠子 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 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 彼得正是这样 他的无价值宝就是生命之主 主耶稣 他遇到了主 他就舍掉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主 这位主改变了他的生命 使一个有罪的人成了圣洁之神的子民 各位朋友 你愿意你的生命改变成为神的子民 跟随主一生得到那无价之宝的救恩吧 彼得一开始只是一个微小的最开头的一个愿意 后来遇到的是一个勉强的顺服 可是即便是这样 他也有一个意外的收获 就是这无价之宝的救恩 各位亲爱的朋友 你何不也尝试一下 用一颗愿意的心来开始 哪怕是一个勉强的顺服 也许你也会经历神的大能 就像彼得一样 得到比你现在所看为宝贵的东西 而更加宝贵的东西 就是那改变生命的救恩 如果你愿意 无论你是坐在这里 还是在家中 是在你的手机上 还是在你的电脑上 我都诚意来邀请你 跟着我来做一个祷告 我说一句 你说一句 愿你的生命也能够因着主 得到极为美好的改变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诚心来到你的面前 我知道我是罪人 感谢你为我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感谢你为了我的新生和永生 在第三天复活 我现在愿意打开新门 请你进来 求你做我灵魂的救主 也做我灵魂的救主 也做我生命的主宰 诚心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道白 好